今天后哥跟大夫说的是,昨天有个网友问的,他在多伦多,加拿大呢,不知道哪国外,他的后院饭死坏了,他要自己问我是自己修还是跟邻居行,这个是怎么回事,外国有这个规定,说两家共同拥有,就是像国内的帐子或者帐篮那种,如果你后面是邻居,你两家共用的,你两家都得拿钱,但是这些事啊,它没有绝对性的,你像今天夏天,我给干活那个姐姐山东的,就我那个邻居,他那个他跟修那家, 那家的隔壁呢,就是印度人,那时候印度人的疫情最严重的,那家跟下那个松树啊,都好多啊,那个邻居,也挺反感的嘛,那个姐姐自己把那个饭死坏了,花了很多钱,因为加拿大的木材,今天家长得特别的贵,所以就费人工费家的费用很高的,都是那个大姐自己拿的钱,我给做的,那个印度一分没拿那么些钱,所以说是什么事吧,没有绝对性的,但是你自己做会省很多钱,那个网友还问, 自己做,做一个贩子不难,你要是我也不知道你跟哪住,如果你个都伦都住,home depot,都有住各种机器,如果你挖不动坑,你可以住那种钻,钻完了,像买了,是home depot买料,lows,肉呢,都有卖的,但是你用不了,还可以退回来,你别人家货整埋的就行,什么东西用不了都可以退,机器可以住,这个还是可以的,但是你邻居要是好, 以前你猴哥经常干活,给修树,开树,有很多树,中国人都为了,怕外国人找麻烦,就给人修了,猴哥经常干这种活,但是猴哥是不建议,因为外国人很少为中国人干活,但中国人经为外国人干活,中国人就怕外国人找麻烦,很多活都自己干了,猴哥经常干这种活,中国人给外国修树了,把这个,因为树出来吧,长长的树,长长就长到别人家去了,中国就给修, 因为金融这事,打仗的太多太多了,猴哥经常能看到,猴哥经常干这活,所以说我建议这个,这个不知道是哥哥的,你自己做,如果是好地方买料,这料都还是可以,你自己做呀,因为你找人干活,最少得比你自己做,得增加一倍,比方说你买料,做这活一千块钱,但你找的至少只在两千到三千左右吧,什么活都一样,你看猴哥在外国,看那个垃圾厂装修的时候,什么都弄,什么都弄,什么都弄, 什么螺丝刀子,把那钱的工具,全弄都好,因为他都是这个,给你买料,他用不了,他剩了,弄了,因为弄了,对也得弄,你再给下这个,你不能拿旧的,还得买新的,真的没办法的,猴哥为啥到垃圾厂,一看有时候灯,有时候就捡回了,捡回了,因为那干活全都弄了,那种,那有的板的很好,很好的,像一些工具,一次性就不再用了,所以猴哥建议,有些活能自己干,就自己干,到加拿大一定学会干这些灵活,你有钱,但是没说呀, 你找什么,找人干活,那是不差,什么你都,再有猴哥建议,如果你出了打工,一定有一个技术,你不给像猴哥这样,就处理,猴哥是全凭处理政策,猴哥是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,猴哥从小在农村长大,所以那干活对猴哥来说没说的,猴哥干活是一点事没有,什么活活,基本出了活,猴哥都能干,但室内装修的活就很,很苛刻,严苛了,那个猴哥就干不了了,室外的活,猴哥基本80%都能干吧, 所以今天猴哥就跟大伙儿绕课,这哥们姐们啊,如果你做饭,一定学会自己做,尽量跟邻居协商,如果他你俩应该,如果他有点通情大理,都会去拿这部分钱的, 因为那个饭子是,饭子就是国内东北换的账子,两家共有的,一般的都是两家拿钱,但你要爱中国邻居,99%吧,都是两家拿钱, 但老外也有那种,人很不通情大理,万事都是多变的吧,这事就遇什么人,办什么事,你看猴哥两家里面都跟猴哥处理非常非常好,真的, 好了,今天就跟大伙儿聊这些了,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